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这次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实用的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就是当你想重装这个Windows系统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这个找不到这个安装光碟 安装光盘的话 你想从网上去下载一个Windows的安装文件 那你可以到Microsoft的官网网站去下载 而去Microsoft的官网网站去下载呢 你可能要点击多个页面跳转多个链接 然后要输入这个注册账号什么的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去下载到这个Windows的安装文件 而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小工具呢 就非常方便的帮助你下载到这个 微软光翻的正版的这个Windows安装文件 好,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一个小程序哦 这个小程序它的名字就是Windows ISO Downloader 就是这个Windows安装文件的这个下载工具 好,现在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打开来呢 它会跳出一个广告页面 你不想看这个广告的话 就把这个窗口最小化 把它最小化 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下载工具的主界面了 你看一下它这个说明 此工具可以从这个 直接从微软服务器下载延时的 Windows和Office官方这个光盘的进项文件 请从右侧选择需要下载的这个Windows 或者是Office的版本 就是这边嘛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你要下载的这个版本 它这里提供的是有Windows7啊 Windows8.1还有Windows10 还有Dial的OME版本 还有开发人员的版本 好 现在我们就试一下 另外一个标签 它这里有Office的 你看从Office2010 到最新版的Office2019的版本 都有的下载 它这个也支持多语言的界面 这是多国语言的界面 非常的方便使用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Windows7 比如你要下载这个Windows7的安装文件 就点一下这里 然后在它这个下来菜单 选择你要下载的这个Windows的版本 你看它这里提供有这个家 家庭的入门版 家庭 Windows7的家庭高级版 专业版 旗舰版 还有OEM的版本 我们随便点点个试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确认 好 它下面接下来就选择你这个 Windows7的这个安装文件的语言版本 然后它只有多国语言的可以选择 你就选择你需要哪个语言去下载就可以了 比如你点选这个简体中文 然后再点确定就可以跳转到它这个下载页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好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Windows7安装文件 这有并且六十四位呢 好 它这里只有个英语了 我们试一下点一下这个下载 点一下下载 它自动就跳转到这个 ISO的金箱文件的下载链接了 点一下保存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好 这里就先不下载了 先试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Windows8.1 好 这个是Windows8.1的这个下载页面 Windows8.1它这个 这个类型的比较少 点一下 再点一下去 好 再选择一样 你就选择你要简体中文还是粉体中文 就选择一下语言 再点击人就可以下载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Windows10 同样也是先选择这个版本 然后Windows10的版本就非常多了 因为它是有不同年份发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升级版本 有多个不同年份的 最早你看 2016 2015都有 从2015开始 然后家庭中文版 教育版 什么And Home的版本 2015年 2016 2017 18 到19 最新的是19年的 好 我们写一下 写这个 点一下确认 好 然后又到了这个选择语言的这个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去 好 又到选择是你要选择32位的下载还是64位的下载 好 它下面还提示这个链接创建就是24小时有限 就超过这个时间 它这个链接就实现了 好 我们试一下 点一下 看能不能下载 可以啊 你看 就出来这个IOS ISO的这个文件件下载 点一下保存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就非常的方便 它这个工具呢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找 它就集中起来 把这个Windows7啊 Windows8.1啊 就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方便你一起去下载 所以它这个小工具呢 是非常的实用 而且非常好用 再来看一下 它这有个Dial的 Dial的这个可能是OEM的版本 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下载才来 好 它这里还有Dial的这个 批配它不同这个电脑 或者工作站主机的这个型号的这个Windows安装文件 如果你用的是Dial的这个电脑的话 那你可以找到你相对应型号的这个Windows安装文件 这个也是非常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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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写 它这个网络连接有点问题 它这个Dial的版本太多了 你看它这个电脑的形号非常多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一栏版 好 一栏版也成了 看一下开发人员的 还有新增 再看一下Office Office2011 这个Office全套的都有得下载了 就是2010的旧的版本也有得下载 再看一下Office2013 2013的也是Office的全家桶 有Ware,Esses,什么PowerPoint,Outlook等等 就是Office的全家桶的这个安装文件都有得下载 2019 它支持多一样的 简体中文 点一下下载 它在自动下载这个镜像文件 还有它这个Office for MacOS的就是苹果电脑的版本 也可以从这里下载到 它这个工具非常的实用 这个大大方便你去下载这些安装文件 你就不用去网上去搜索啊一个一个去找的 直接用它这个小工具就全部都集合在一起了 你就可以用它来方便下载这个各个版本的这个Windows 或者Office Office这个安装文件了 可以用Microsoft Express 非常的好用 稍后呢我会把这个小工具的下载链接呢放放到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文字简介当中 大家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下载使用 好这次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支持我的分享的话 请多多点赞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也可以扫描一下这个屏幕上方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和PayPal的二维码支持一下Tony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这个电报交流群 加入电报交流群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也是可以的 好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在下个视频